老花一开箱评测 又给大家来做开箱了 人家的花友非常喜欢看这个节目 咱们就坚持做了 这是一个养牡丹 也叫千叶牡丹 也叫花毛梗 咱们就先开箱 这个保温你看打的基本上跟不打一样 看看吧 它其实没那么怕冷 不过这种东西喜欢冷凉一点 过冷的话也是不行 咱们可以看一下 打开 抽一抽 包装还挺结实的 这个里面沾了胶带 把这个拔掉 又是一层这种厚厚的黑心棉 保温棉 你看这个花头呢 还是有一部分的压伤 对吧 一家轮型的 这个土怎么那么沉啊 都土好沉啊 不过这一期也算是给大家 如果是泥土的话 这一期又给大家带来一个泥土换盆的一个草花了 吊了个叶子 这个土球散了 根系都坏了 好吧 先说入手以后的一个操作吧 把这种老叶都给它揪掉吧 带的也是发黄 这种是可以分租的 那么咱们就进行分租算了 这个根系好像都被破坏的差不多了 花样们如果说你没有经验的话呢 你就先不要这么盲目的操作 因为我会给大家好好地道道一下这个是为什么这么操作 一个是这种泥土的 因为我之后换土的话呢 肯定是要换到泥炭土里面 它会出现一个介质不一样 它会导致一些个什么事呢 你像浇土的浇水的时候干不透 在那里的一系列的一个情况 咱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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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了的就只能拿掉了 消了的肯定是涨不好了 换瓶的时候不要换太大的了 这个油已经是极限了 太大了也不行 花苞就别想着要了 花苞是肯定开不了 这个老叶也要不成 两颗 这个很小的 你别瞧它那种很小的 就越是这种小苗子 它生命力越强 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洋葱 摘蒜是一个道理 小苗子其实都能活过来的 它生命力很强 你只要下面有根 这个都没事 就这些了吧 给它种一起吧 加土 这种时期就不要用肥料了 也不要用 用任何的其他的东西 来弄了 就直接种就行了 当然了也可以分开哈 因为我看它太小了 如果说一个里边种一个盆 它很内阳很浪费 就不让它那么浪费了 其实就像种葱一个道理 很多的花肉你看哈 它种菜它也种过哈 它生活也没问题 它干什么都没事 这一到了这个养花上面 它就蒙了 给自己整不会了 这个花苞也剪掉了 就不要了 它肯定是掌握出来的 就不要它了 这种黄的 黄的这个叶子 也给它剪掉过 直接剪掉就行了 你不剪它自己也会黄 你剪了 不如提前给它 轻松了 到后期 你像这里面这种内压的 这个才是 它的一个生命力 这个才是重要的点 其他的都是陪衬 早晚会挂 那这一盆呢 总体来说 它的珠形是非常健壮的 咱们就可以把这些个 这些个花苞 多余的花苞 这个花苞 跟这个花苞 还有这个花苞 给它剪掉 让它重新再去长就好了 还有这个花苞 这花苞不让它开了 其实也能开 完全没问题的 将来我就给它先剪掉了 因为这个东西它芹花 它老开老开老开 所以说大家不用过多的 去担心那么些事 它总会再开的 好了 我留一些个小花苞吧 多了就 多了就不留了 就这样子了 之后呢 就浇一边透水 等上半码来个月 一个月左右的 就是说它浮盆了 已经恢复再度的生长了 到那个时候 咱们进行施肥 好呢 咱们给这个苗青打个分 如果说让我打分的话呢 也就是能给到85分了 你要90分是给不上的 好吧 因为这个东西的价位 确实不高 像这个东西长得也比较快 20多块钱的吧 85分啊 价格的话呢 是19块8 也不算很便宜的一个价格 当然了 现在现在买花都这样 打得宝威 成本肯定高一些 好了 85分的一个 情眼牡丹送给大家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在本条视频的一个 评论区里面 点赞分享和转发 我会等我养好了 会收居 随机的送给大家 好了 我的华一 养华最人一 白了 嗯 嗯